TS Sports是国内人气最旺的组合,虽然2018年多位流量明星渣队出道,虽然9%和火箭少女101幕后推手实力雄厚,不过王俊凯,一辆天体和王源,还是凭借出自个人能力在2018年站稳了脚跟,虽然三小只已经各自单飞一年的时间, 可他们的关系依旧坚不可摧,正如前文所言,TS Boys三小只在2017年宣布大杯不解散,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工作安排有如多不同,各自在2018年的发展自然也有所不同,那么谁才是时下发展最为顺利的成员呢? 跟随小编的脚步,一起走进今晚的TS Sports成员人气宿地,目前TS Sports三小只热度排名,以刺激大哥王俊凯,王源,一样天气,其中综艺影视剧《双鬼同堂》的王俊凯影视夜巅峰,被靠背的王源一样天气同样发挥出色, 他们各自主演的新剧,都处于待播状态,为什么大哥王俊凯的热度会这么高呢? 原来他加盲的综艺节目《中餐厅2》和主演的新剧《天坑音乐》在9月同时更新,其中《天坑音乐》的单日播放量稳定突破6000万,综艺中餐厅2的收视率同样喜人。 作为队长兼大哥,王俊凯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,和王俊凯一样,2018年王源也主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影视剧《大主宰》,该剧改编自《天坑土豆同龄小说》,是其三部剧的最后一部,其中的《破仓穷游》,《无类》主演,《舞动乾坤》刘洋洋主演,目前这两部新剧口碑扑接,你期待王源主演的《大主宰》玩手逆戏吗? 2018年《异样天喜》的事业发展同样顺利,他加盟的综艺《这就是皆无法获成功》,主演的两部新剧也早已杀青,那么为什么异样天喜的人气会下滑呢? 原来他现在正在大学校园,体验着大学生的生活,这也是他为什么曝光亮着这样的原因,期待大学生异样天喜,带给我们更多惊喜,2018年转眼即将过去, 这一年你对三小子中的哪一位得发挥最为满意呢?